現在如果根據健保的資料的話 大概可能有240萬個病人存在台灣 全台目前有240萬名糖尿病患者 人數更逐年增加 長期高血糖容易造成器官損傷 還可能引發心血管和順臟疾病 國內一款糖尿病用藥 常密宿GLP1 能有效控糖 降低食慾 同時減少共病風險 成為病有治療的一大利器 因為透過這些控制血糖 甚至於它本身在血糖以外的效益的話 可以有助於心臟血管病變的遏止預防 甚至於腎臟病變 也慢慢慢慢有一些數據會顯示 對於健保支出來說 因為它可以減少新腎的併發症支出 所以長期它其實是可以大幅減輕健保的財務負擔 常密宿治療效果好 但單價不便宜 健保局規定糖尿必須長達6個月 糖化血色素達8.5 或者是發生過心血管疾病 才符合給付標準 對此醫師認為 鄰近國家像是日本韓國都沒有限制 常密宿對台灣病友來說 等於看得到用不到 當時候在使用常密宿這段時間 他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血糖的基礎 那在這個基礎情況下 我在那一段時間可以讓我的生活健康習慣可以固定 那我可以藉由運動的輔助跟藥的控制 讓我的血糖能夠穩定 糖尿19年的病友分享使用常密宿帶來的好處 糖尿病關懷基金會則是呼籲政府放寬給付標準 以用藥降低共病發生 可以損下更多健保支出成本 才能創造雙贏 借起邱世民台北波動